这条惠比特犬出了门就是灾难 他朝20米外的比胸一个猫哭 直接把男主人拖得滚了两圈 为了避免吓到周边路人 主人将他迁到了更偏僻的树林当中 没想这条狗突然间助跑 一口咬在了树干上面 男主人说家里目前一共养了两条狗 一只惠比特一只贵宾 在家的时候他们非常乖巧 不管对待主人 客人还是彼此都很友善 可一旦出了门 情况会瞬间失控 最严重的两个问题就是暴冲 和针对同类的攻击型 不管听到狗叫还是看见狗影 只要能确定是同类 惠比特犬就会拖着主人向前猛冲 即便隔着厚厚的门板 他也会持续挑衅 如果说里面那两条狗只是叫叫 那门外的惠比特基本就是疯了 这种兴奋状态从出门开始 隔断时间就要爆发一次 虽然男主人尽可能地带他远离人群 但当天具体什么情况 谁也说不清楚 只能是做好万全准备 万一不走运碰到其他小狗 就得用力拉好绳子 顺便不停地道歉 不过让男主人感觉奇怪的是 惠比特犬明明对其他小狗超凶 却很正常也很顺畅地接纳了家里的贵宾 两条狗朝夕相处 连性格都越来越像 现在惠比特一觉 贵宾就在旁边蹲着起哄 要是对面的小狗也不服软 那情况很容易超出掌控 比如说因为力道太猛 直接把主人拖摔 除了看见同类会让这条狗兴奋起来 还有另外几样东西是他的最爱 比如说小鸟和松鼠 男主人常去遛狗的草坪上 有一群鸽子 每次惠比特走到那附近 相隔好几百米就开始助跑准备 虽然抓不住 但重在参与 他会一直锁定鸽群的方向 开始猛冲 不管在草坪上还是树林中 无论前方是平坦大道 还是蜿蜒小路 但凡他能跳过障碍舞 就不会管主人的死活 这一路上 惠比特犬几乎把除人以外的 所有活物都追了一遍 举动虽然危险 但好歹可以被解释成天性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 完全超出了节目组的认知 只见这条惠比特犬突然加速 直奔前方的铜牛雕像 接着像撕咬猎物一样 扑到对方身上 连续啃了七八口才恢复冷静 最重要的是 这并非偶发情况 男主人每天遛狗都会走这条路 而他每天都会扑过去撕咬一遍 更让人感觉奇怪的是 就在这座铜像五十米外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座黄牛像 可惠比特犬看到他毫无反应 跟刚才又扑又咬的状态完全不同 非但没有兴奋 还慢悠悠地撒了抛妙 好不容易绕过小狗 避开鸽子 经历完雕像的洗礼 男主人牵着他来到树林深处 本以为总算能消停话了 没想惠比特犬再次助跑 直接挂到前方树上 就算被主人掰扯下来 他也会冲着那棵倒霉的树不停咆哮 就像把对方当成活物一样 而且林子里那么多植物 惠比特犬却只钟情于这一种树 艰难地结束了散步工作 男主人就把小狗们领回了家 而两条狗一进家门又恢复成老样子 该休息休息 该吃饭吃饭 不会被任何事情打扰 其实差不多三年前 惠比特犬还是温和友善的模样 出门从来不需要男主人操心 那会他们住在偏乡下的地方 附近有一大片湿地 后山完全没有人住 所以男主人经常解开绳子遛狗 让他跑个十几分钟 可某次散步过程中 不小心被邻居家的针倒犬给咬了 后腿靠近屁股的位置 撕裂很大一块 直到现在都能看见疤痕 那次事件后 男主人就再也没敢松开绳遛狗 可惠比特犬的性格依然慢慢变了 现在一出门就发疯 甚至连宠物运动场都不能去 而且最让男主人搞不明白的 就是他针对铜像和树木的攻击性 为了能让爱犬变回以前 跟自己快快乐乐地生活 主人给节目组写了申请 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 这次薛专家来到求助人家里 看到惠比特犬的时候倍感亲切 因为他自己正好养了条意大利灰狗 狭义上来说就是放大版的惠比特 性格上相似点非常多 而在这种熟悉度的加持下 他很快发现了第一个问题 专家将画面倒回开头部分 当男主人拿出牵引绳时 狗狗摇着尾巴非常兴奋 感觉是已经知道要出去玩了 不过就在主人将绳子往前送的瞬间 他突然别了下脑袋 在远处转了一圈才回来 这两个动作加在一起 就能看出他对于牵引绳的态度 喜欢等讨厌并存 这种感觉就好像去游乐园坐过山车 排队的时候既兴奋又害怕 心里一直在犹豫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当他看到惠比特犬在外面追逐小鸟跟松鼠时 首先从学术角度宽围了一下主人 因为对移动物体产生反应 是这个犬种的自然特征 这并不代表他做错了什么 只是需要主人学会管制而已 不过等专家看见他对待同类的表现时 立马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说狗狗狂叫的理由大概分三类 第一种是邀请对方来玩 第二种是感觉到了烦躁 最后一种是打架跟攻击 警告对方离自己原点 而判断原因的重要一点 就是准确掌握小狗的感情 他来回看了几遍预入视频 着重观察了一下惠比特犬兴奋时 跟兴奋后的状态 接着排除了最后一个攻击选项 他说狗狗虽然咆哮时有点吓人 可一旦被主人领走 或者对面小狗越走越远后 可以很明显看到兴奋度降了下来 差不多几秒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这就说明他情绪上是很稳定的 有了这个前提 结合男主人先前说的松开绳子遛狗 再搭配上惠比特犬 对于牵引绳的厌恶表现 专家慢慢有了猜测 正巧画面播放到节目组前妻 做的一个小实验 他们找到了这条惠比特的铜窝妹妹 将对方一起带到了宠物运动场 起初狗狗像往常一样大吼大叫 表现得超凶 把对面那条小母狗下的尾巴都夹起来了 不过当双方在主人的监督下 慢慢靠近后 最终又什么都没有发生 即便把牵引绳松了 也在场地内玩得很好 按照男主人的说法 这条狗小时候基本处于半散养的状态 经常是自己在外面撒欢 不是和主人一起边沟通边散步 可是发生被咬事故后 主人就停止了散漫的溜弯方式 狗狗不能再肆意奔跑 必须得跟随主人的步调 对于他来说 牵引绳就是限制自由的枷锁 出门依旧快了 但拴绳就特别闹心 闹心 兴奋度就会提升 最终表现成了扑冲和咆哮 解决完最棘手的问题 接下来还有铜像 根树挡着他 起初看到惠比特犬 对待两头牛截然不同的反应 专家也觉得又好笑又奇怪 尤其是他明明张嘴咬了第一头牛 可咬完后依旧没察觉出这是雕像 不过再仔细看看两头牛的区别 专家虽然不敢肯定 却有了大体猜测 至于为什么明明啃了好几口 却依旧没能察觉到对面是个死物 专家倾向于是兴奋度太高的问题 从画面中可以发现 惠比特犬相隔很远就看到了这座雕像 他从冲过来到肯咬 一直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即便知道咬的是雕像 反馈也很难传入大脑 所以之后在路过的时候 主人可以在他彻底兴奋前先控制一下 再牵着慢慢过去 让他多跟铜像接触一会 就算兴奋也不要立马牵走 等他自己清醒过来 认识到面前这头牛是假的 重复几次就不会再攻击了 最后一点关于树的问题 专家来之前特地给植物研究所打了电话 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确切答案 被惠比特犬啃咬的树种叫北美乔松 松脂含量非常高 而狗狗大概率是被松脂的味道影响 把它当成了松鼠 终于解开所有谜团 专家就准备开始训练 他首先给惠比特犬换了根牵引绳 从之前的胸背变成替自行的前腿绳套 防止狗狗冲得太狠 除此之外 再加上一根头部引导绳 完全不影响张嘴吃零食 但可以极大的方便主人进行控制 一切准备妥当 大家就来到了楼下的花园 这回甚至都不用专家帮忙 男主人独自就能完成遛狗任务 而且是没有任何负担 很快一行人来到第一项挑战附近 前边有好几只鸽子在地面溜达 专家为确保安全接过了绳子 没走出两米 狗就有反应了 虽然绳子被控制住了 不过当专家拿出零食地到狗狗嘴边 他却看也不看闻也不闻 目光全程锁定在几只鸟那边 明显还没有从兴奋状态中找回自己 看见这个情况 专家索性牵着他继续前进 走到离鸽子不足十米的位置 然后在狗狗最兴奋的时候 果断站到他面前 挡住看向鸽子的视线 如果能暂时冷静就继续前进 专家告诉两位主人 这项训练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在兴奋度变高前给予信号 提前帮助他找回冷静 就不会像先前那样乱扑乱冲了 至于信号是什么也很简单 只要稍稍拉扯下牵引绳就行 不要太用力 目的是为了让狗感受到绳子的晃动 专家示范过一遍后 就把牵引绳交给了男主人的儿子 让对方带着惠比特犬从歌曲中经过 而这回狗狗虽然依旧好奇 却完美控制住了自己的反应 最后专家请了两位辅助训练师 带来了另外一只惠比特犬 这回双方相隔200多米就叫了起来 好在专家稍一控制就变消停了 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重复性训练 让两条狗慢慢靠近 学会有礼貌的接触 差不多30分钟过去 这条惠比特已经能坐到原地不动 静静地注视着另外一只狗经过 所以专家决定给他戴上嘴套 松开牵引绳看看情况 到底是不是因为绳子才产生攻击性 现在就能见分晓 看到自家小狗跟同类和平相处 两位主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时隔三年 这条惠比特犬终于能重返运动场 跟朋友们一起快乐玩耍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前看这种牵引绳攻击性 大部分都发生在两只小狗吵架的时候 网上有不少视频 都是狗狗被主人牵着的时候敢吵架 松开绳子一秒变怂 但这条惠比特犬的问题又是另外的思路 因为不喜欢牵引绳 所以变得暴躁 又因为不能自由地找朋友玩更暴躁了 不过好在整体问题不大 男主人也很配合 按照薛专家的方法训练一段时间 应该很快就会有改变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